记者杨明仪台北报道,国家人权博物馆今天在景美白色恐怖纪念园区举行接牌活动,文化部长郑立军表示,行政院院会昨天通过的政治档案条例草案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,人权观未来会配合政治档案的逐步开放,开启加害体系及其协力者的研究,改变过去只有受害者,没有加害者的历史许事。 国家人权博物馆组织法去年12月由总统公布,今年3月15日施行,文化部昨天,今天分别在绿岛,景美两座白色恐怖纪念园区举行接牌活动,包括行政院长赖清德,文化部长郑立军,人权馆管长陈俊宏,及蔡宽玉,吴生润,莲耀成等政治受难前辈和家属,德国史塔西档案局长雅恩, Roland John,等国际贵宾,约有170位各界代表出席今天的接牌活动。 郑立军提到,88岁的政治受难者蔡昆林昨天在绿岛说,她想要知道当年谁杀死她的朋友,就在她说这句话的同时, 行政院院会通过了政治档案条例,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法案,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。 郑立军说,一年多前她拜会亚安局长时认识了史塔西档案法,印象最深刻的是史塔西档案局保留了一柜一公尺,超过100公里的档案柜, 以及很多破碎的,在东德末期被撕的档案,他们也说要拼回来,还原历史真相。 我要跟蔡昆林前辈说,我相信促转会会带动政府做这件事情,文化部也会全力地协助促转会。 他指出,人权管将成立点藏研究及档案中心,持续整理政治档案,进行开放跟运用, 首先就是从不当审判补偿基金会继承来的167份卷宗,下个月会进行第一波1038笔档案的开放, 改变台湾过去只有受害者,没有加害者的历史许事。 文化部长郑立军 记者潘少堂社,国家人权博物馆接台仪式,左起为行政院长。 赖清德,文化部长郑立军 记者潘少堂社,国家人权博物馆接台仪式,莲耀成,左起,吴生润,蔡宽玉,赖清德,郑立军,记者潘少堂社。